我们也就这样慢慢的长大了 如果说回忆过去 那么现如今我的一些朋友就觉得 过去其实很多传统的文化真的非常的美 所以我还有一位同事是天天穿着汉服来上班的 如今的汉服爱好者们也会利用小长假来秀一把 4月30号首届海峡两岸汉服文化节在福州开幕 来自海峡两岸的近200名汉服爱好者齐聚福州 助力汉服文化的弘扬和复兴 代表了我们一个礼仪文化 那我们华夏两个字的来历就是从左撞有云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张福之美为之华 那是华夏来历 那我们汉服就是承载了这个 华夏五千年的一个汉服传统文化了 它可以表现出女性的那种美态 就是也可以温柔儒雅 也可以大方雍容 我们的衣服每一个都是有担救的 好像我们的中奉就代表我们做人要正直 还有就是袖子代表方圆正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是衣服但是也是很有含义的 大汉威仪大唐风采大秦威武 其实中国的传统中有太多的骄傲太多的故事